所以到底到时候会有谁真的再来领导不领导 然后把助理人给取代下来 现在还真的没有领导化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大年初四大神还是一样 在党部或者在各地方回娘家 这也就是说韩国瑜虽然人在地方 但是他还是跟地方的党部的人互动 而且现在在台湾云林地方所出身的相关的国民党 可是最炙手可热的 因为这个助理人他大量的启用了云林的人 包含张龙慧的女儿也就是张家俊 还有了之前主发会的主委就是徐玉珍 他现在也成为了不分区的立委 光是云林一个地方 这立法委员就有四席 而相比之下 立法院他的云林帮的立委 也就是民进党的 却只有刘建国一人 因为之前著名的苏志芬 这个干过县长苏志芬是败选的 所以现在云林的地方可以说是国民党士气大正 当然可是云林这边所出现的立委 他并不是全然的都属于同个派系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立法委员都归属于 朱立伦这个体系了 但是朱立伦这个体系究竟可以支撑多久 还真是问题 因为现在国民党并没有庞大党产 虽然朱立伦家里面自己是加大业大 因为光是他的岳父 这个高于人先生就有相关的大型企业 47家之多 那么这个朱立伦光是挟带他岳父 因为他岳父以前是台湾的省议会的议长 而且也干过台南县长 接着又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你认为他的实力如何呢 大概是十分坚强 以前他的岳父高于人在国民党内有一个高于人系统 而现在的国民年华老去虽然人还在 但是呢最主要呢就是由朱立伦接班的 所以现在国民党党内呢就是朱立伦体系了 除了朱立伦系以外啊 以前的联系马系王系 也就是联赞系或者联盛文系 或者是马英九系或者是王静兵系 这几系几乎都不见了 连着是连最大的一个系统 那就是黄国兴党部呢 现在顶多满党满帅 也只剩下两席的立法委员呢 那么这样一来 你可以说国民党现在是唯一的朱立伦系 是唯一独大 但是这个唯一独大到底会撑多久呢 这就是我们的好奇地方 目前为止韩国瑜呢 当然必须要与朱立伦配合 因为朱立伦毕竟是提名他作为不分区第一名 所以韩国瑜怎么样呢 也不能去逼供朱立伦 那至少啊从2024到2026啊 他们得和平相处 换言之国民党他在目前开始到2026之间 必须保护这种另类的团结姿态 即使大家呢有彼此的不满意 也不能够明晃晃的说出来 而且啊 2026那回整个九合一的提名作业啊 还得看朱立伦呢 那么请大家注意哦 九合一要提名多少人呢 少说啊要提名几千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九合一包含村里长的选举 因为全台湾的村里长就有七千多个 那么当然呢 不会每一个村每个里都会派人去 可是呢少说啊也会有上千个想要挂国民党的 来做村里长的竞选 也就是说啊 这个竞选提名工作啊 是非常庞大的 他得透过全台湾22个地方岛部 然后呢由党中央最后来采释 中间还经过中常会 好了 那这样一来朱立伦这个角色呢 至少在202611月底以前啊 是不会消失的了 只是大家会认为那么你真能够越过2026 而且走到2028 你又出来参选一次大选吗 这大家就会在私底下角力的 什么叫私底下角力啊 那就是说其实大家是不会服气 让朱立伦再选一次大位的 因为朱立伦在201516年的时候已经选过一次 而且才380万票 说句良心话 连侯友宜的467万票都比他还要多个80万票 那你认为呢 这样一来啊 朱立伦有完完整整还可以再选的 这种正义之名啊 事实上啊是付诸缺乏的 也就是说 大家会怀疑他的正当性如何 可是呢 朱立伦可以借着 这2024开始到2026呢 不断的累积他可能的身亡基础 而且累积他在党内的基础 如果党内经过三年又被他盘整完毕 他又拿到了门票 那他2028就又可以选 当然了 如果从卢秀燕跟韩国瑜的角度来说呢 他们也都还年轻 他们也当然可以选 所以这样一来啊 到底2028呢 是会由谁来出任 应该 角逐的前哨战就会在 202611月左右 就会看出端倪来了 为什么 因为到2026那时候的其中选举 再距离到大卫选举呢 其实仅仅啊 又只有15个月 15个月是非常短的时间 大家知道前面啊 先是一些你真我夺 到了只剩7个月左右 大概就尘埃落定了 当然他接着后面还要 应付外面的 比如说民进党啊 跟民众党的挑战 那你说国民党 现在岂不能开始 就已经做相关的准备呢 那么问题是啊 能准备的角度 和能准备的资源 又十分有限 那现在就只能先 营造出一团和气 不过现在国民党的大人物啊 也只剩这几位啦 也就是北三都 那就是比如说 是蒋万安 然后张善政 再加卢秀燕 这可以说是北三都的 三个市长 然后呢 再加上韩国瑜 接着就是朱立了 其他剩下几个地方 委员顶多是比较能言善道 可是要跟他们这几位啊 相提弊论 在政治实际上啊 确实还有一大段 而且在荧幕上的魅力上呢 也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所以到底到时候会由谁 真的再来领导国民党 然后把朱立伦给取代下来 现在啊还真的没有明朗化 所以目前为止啊 当然啊 你在迎神的日子里面呢 只好承认朱立伦 是目前国民党唯一 或者暂时还是最大的一尊 感谢你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